有朋友问我们 像我们用这种种植袋做的无土材培 能不能在地上挖个钩 然后填积制用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你何必说这种种植袋 大家看了没 这下边 包括这个袋子的底部 都有排水孔 目的呢 这个营养液 我们机关的时候 多余的营养液它会渗漏 渗漏下去以后呢 这个营养液会流走 然后呢 就是直接就流到我们这个沟里面去了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材培基地 我是泰哥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上开钩 放上塑料布 塑料布下面打烂孔 然后放上机制 同样也就是说 这个机制里面的多余的水分 营养液能流出去 但是它流不走 这样的话 这个营养液实际上还是积累在 你这个种植草 你开钩的槽周围呢 你的机制稍微干旱一些以后 那些营养液呢 又回流到你的槽里面去了 所以说呢 你开钩的话 肯定不行 除非你做成破降 让营养液呢 就是直接从这一端 流到另外一端 一端去以后 在另外一端 挖一个排水钩 或者排水排斗 这个可以 但是这样的话 让你的做工成本 比重生炸还要高很多 还有一种呢 就是漆笼 如果说你漆笼以后 在笼上开钩 然后铺塑料布放机制 然后塑料布上面 搭上哪一个排水孔 到时候我这个开这个槽的底部 高于你这个地面 像这个还能错误的能用 但是在地面上直接开钩 这个肯定是行不通的 有人告诉你行得通 那你让他给你直接拍视频 然后让你直接去看 这个是行不通的